最近低价加油站明显增多 高速公路加油站中 有60%左右都已换成了低价加油站 本月7日 第100家高速公路低价加油站 正式看门迎客 截至本月6日 目前全国的低价加油站 共有651家 其中自营低价加油站为195家 由农协运营的低价加油站 为357家 特别是高速公路加油站 有60%已换上了低价加油站的招牌 随着河南相见广场休息处的 低价加油站开门营业 高速公路低价加油站 在6个月内突破了100家 油价相对昂贵的高速公路加油站 在引进低价加油站后 收效十分显著 以此次开门营业的第100号店来说 汽油价格为每升1927韩元 与普通的高速公路加油站相比 每升便宜50韩元 由于最近出现一些价格相对低廉的加油站 因此一些人指责低价加油站不够实惠 但因大部分仍以低于全国均价 或地区均价的价格销售 普遍受到消费者的欢迎 韩国道路公社表示 要逐步将全国所有的高速公路加油站 都换成低价加油站 今后低价加油站的数量将有望进一步增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转rift车 明镜需要您的顽憾 着直播真新视频